五百六十块真的是不买还是的 是吧 不买还是的 是吧 这一期的话是要给大家开箱塞尔的传说 我旷野之西的两个版本的设定集 首先看的是这个 就是独库旗下的品牌玉宅学 他们拿到官方授权的经理中文版 豪华版的设定集 另外一个是国外GameStop装属的豪华版设定集 然后我们就今天就看一下这两个设定集 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下 官方授权的简体中文版的设定集 这个设定集当初是售价是五百六十块 但现在因为它是限量一千套 然后现在的话很多奸商都已经把它翻价 翻了好多倍 所以如果想买的话 建议还是收敛一下 对毕竟太贵了 对黄佳兰 赛了到黄佳兰 然后本体 点长版的封面的话也是特殊的设计过的 然后它整个包装它的质感都非常的好 然后里面的内容的话其实 其实每个版本的设定集都差不多了 可以放在给大家看一下 随便翻一下 就是一个大的地图 看到没有非常的大 而且它这个布料是布料的 对不是纸是布料 这个是六英杰的合影 然后上面这里有一句话 对卡西娃说的那句话 这一个还有一个海报 对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这五百六十块真的是不买还是人吗 对了想不到也没办法了 一个小海报 对 也是非常好看 大师之剑的绑布袋 另外还有这个拼图 拼图的图案也就是这个 对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试炼之正宝珠 祭劳子的试炼之正宝珠模型 整一个中文典藏版的设定集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包装就非常的不一样 非常的高大上 毕竟这个是149.99美金售价 对 然后它是有一个抛光的皮革 对 非常好看 对吧 哎呀 豪华版的封面 然后它这边这些耶稣的看到没有 反光的金边 土豪的气息 看到没有 其实里面的内容也还是一样的 也是一张非常大的东西 应该都知道吧 在二盖龙的那个图案 这个也是普通版的那个设定集团的封面 这里是六张 就是包括萨尔达林克的六音节限定小海报 还有萨尔达 啊不对 是林克 这个也是 为什么我又特别买了这个限定版的原因 就是四音节的能力宝珠 对 这四个宝珠其实都有它的名字 但是名字太长 我要看一下小超 才可以告诉你们 对 哇 波扎的愤怒 然后这个 利巴尔的勇猛 红色的 把尔克尔的守护 这个我记得 米法的祈福 对 就是要把这五个宝珠给分开卖 就是要骗你们的钱 知道吗 我就是为了凑入这五个 我才买了两个版本 以上就是两个版本的赛尔达床刷筷子新设计级的对比版 然后可以看到其实豪华版的话是非常豪华 有四个试炼宝珠 然后还有一些非常好看的灾恶盖浓的壁挂 然后当时中文的典长版的话也是非常的有收藏价值 然后它的额外附赠的简体中文抓索的礼物的话也是非常的赞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的Vibos Cup会做更多的视频 好玩的能玩的我们都会玩 也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那这一期就到这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记得投币点赞收藏咯 这也别人知道好玩版的 Vibos Cup会做更多好玩的能玩 嘿 没有字母的啊 这无法看你要怎么拼 就此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